他明白了 对不对 那两个 星星 这不是太阳和月亮吗 这个是太阳 这个月亮 小一点的月亮 白天有时候 星星和月亮都在一起 那两个 是不是很昌 很明 很旺盛 都很好了 三个星星 那么叫星星 太阳 月亮 星星叫尘 山尘 尘 星尘 就是表示了三星 那你不懂了 写三个 太阳 月亮 星星 恒星 星星 他就懂了 然后你说 那两个月亮 那两个月亮 那我们把它打开 不是明目 好 你学这个就马上 把这个打开 就明目 明白了 你明白 明白了好了 我们再把他口 就唱歌了 你同时就把这些字 就学会了 人就提倡了 你不要啪啪 我不要你写 我不要你记 你学到多少 算多少外个门 他自然自然 你东西用了一天 就旧的了 你买了一天 用了一小时 一分钟就是旧的 一日就都旧了 你不像你拿中国 你穿了一天衣服 他给不给你换 美国可以换 中国换 你想谁 绝对不给你换 你东西就来就换了 你出了门就不给你换了 哎呀美国人好啊 用了一个星期还得去换 人都怎么做生意的 好 那你过了这个地平线 这蛋呢 你同时这个字 就太阳升清了 元旦 元旦的心的一天 整颗带旦 天亮了 元旦一年开始了 同时一学 好 写多少个 我一个去写一个 根本就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多写我都烦了 他觉得非常好 写太阳月亮星星 山星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你就唱歌了 今天晚上就唱歌了 他记着字 很老何必多写 写得漂亮 艺术一点 我们再来毛病字写一写 多好啊 所以孩子 你首先不要打击他激情 哇 做一年级 国内小朋友 一年级做到十点钟 二年级做到十一点钟 三年级就十二点钟 四年级就 戴一个圈一个圈的眼镜就出来了 可不累死了 烦 不想去吧 国内教育真是有点的问题 好恐怖 我都怕 不要说 对不对 家长要着急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音幕 老师布置完女儿音幕 所以 二十六个字母 一个写一行 二十六个行 我说你写一个吧 我跟你写 你睡觉去 我就跟他做东西 我全部都要这样交 我还是班主任的 我还是 但是那个老师就这么干 写那么多月写怎么样 小孩写字怎么写的 李 他就这样写 你以为他不聪明啊 反正是工厂制作的嘛 他就这样写 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写 最后就写成这样 这就是恶性群化 恶果 结果他还是错别自然连篇 可是我这样叫 他绝对不会错别自然连篇 我说你要写不好 我明天测验测不出来 你得我写两个 再不行三个你这么爱写吧 多写一点 然后他就认真写了 翻到写好了 这就是我讲的 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教学方法 是不是一克一德 当然我不是说我推翻 什么近南大学这个 我国内 我很欣赏他们编的 但是我总觉得 他们离我们美国人太远 如果我想我叫奥 我一定叫奥巴马 奥巴马你跟我发出音 学问奥巴马我才想跟你讲奥州 熟悉的事情开始做起来 好 下面我就讲讲有趣的事情 我那天叫我的小孩 家长们知道这个刘雨时 刘雨时 大雨之嘴 这个这里面看到有没有寒虫 有没有 看到没有 我就这样叫我小孩 看到没有 有一条虫 我说你怎么记这个字 我小孩就是想看了一下 我想到了 这个虫是个妖虫 它戴了一片草帽 穿那条草裙 我也想吓了你 哎呀 我说你真棒 可是我当时我并没想到 但是他用他生活的 熟悉的事情来讲 我是怎么讲呢 我说这是一青螺 我是这样的 青螺 螺和东风螺 是不是有点吗 这个呢就是 它伸缩到那个螺壳里面以后 那个盖子 这个虫伸到里面去了 这就是这个 它的脚 它外面有一个盖 然后这个螺 大概是这样吧 这个螺 螺纹 结果我的小孩 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就把它写到我的书里面去 你看小孩子审视的东西 往往跟我们大人想到 这有时候不同 但是他这种方法 就是他对汉字的信心的理解 好 那现在我来猜字 你猜怎么有讲 一一进入虫 什么字 猜 你们猜出了举手 我就送你一个很漂亮的紀念品 欣 一一进入虫 零 虫 好,再来一个 一一进入史册 第一个字是俭 沒有人拿到啊 一一進日蟲 一一進日蟲 你真好會擊別人 你看多容易的字就脫節了 會擊別人一一進日蟲 就是這一個字 這是個古字 我們今天你看我們廣州人民是歲成 我就把一個字非常難的字通過這一節 能夠會擊別人當然有心 再加和就是歲 能夠會擊廣州市民的 那就是舞陽前來的道國 舞陽仙城 仙人帶下舞陽嘛 含著歲來到我們的廣州 廣州很漂亮 你們到廣州找我啊 然後到我們那買書 就似乎人命了 好 這是歲 所以說 我們通過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看是不是變得很簡單 一一進入史冊 好高 那麼我這裡八千個都是字尼超多 起碼五千個有字尼的 我非常非常能夠 進了很多 整合歸類 那是我一輩子的心血 我教了很多學生 可以說都是狀元 因為我最後考生中考試 六年級送上去 都考一百分 最低層級我都沒有教過九十分以上 那一百分 那真的後來考初中高中 到大學我們搬著去狀元 這是真理 那當然不是我一個人叫做 但是我奠定了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反正考初中的時候 他就考一百分 就是狀元 十幾個老師改 對不對 一百分當然是狀元 然後參加競賽 他也拿狀元 那就是說 他讓孩子們的思路 進入這個漢世界 就這麼神奇 好 你看 你們在座的有不少老師 如果誰能告訴我 這個字怎麼寄出來 有講 你是怎麼叫這個字呢 你出來叫 來 你來叫 我的理解 就是人是從那個 就是溪流 就是那個山上面 然後下來 然後一般都是懸崖 都是有山山水水的 然後沿著這個下面 就是進入了底下 就叫深淵嘛 嗯 就是這樣 對 你這個是住了門 但是怎麼講這個字 這樣小孩記住呢 怎麼記住 那個 一撇一縫 就感覺是那個山川 然後一般深淵旁邊都有水的 就是山山水水的 對啦 你講對了 一半了 已經一半了 接近了 接近你可以拿到的了 謝謝 非常非常好啊 那你們看到這個川是沒有 你講的山川了 看到沒有 川是不是有水 我現在放了一粒米 帶你們去 你能釣到這裡 能找到它 找它嗎 找不到 這就深淵了 這不就是 米川巧合 那有水啊 對不對 好 那深字你怎麼講 啊 你的禮品有個升級啊 哈哈 你怎麼講深 你說 一塊木呢 掉了一個地穴裡 而且裡面又有水很深的下面 所以木看不到 那為什麼有木 為什麼有木 你怎麼接啊 你說對一半呢 因為洞穴的話 不是 你想想 如果小朋友 你看了一個洞 他首先第一個動作 他會怎麼做 他一定會找一支棍子 往裡探一下 探一下他 對啦 所以小孩的心裡 就是這麼深的東西 我一定會拿一條棍子 捅一捅他 這小孩住院做的第一件事 什麼捅阿蟻洞啊 什麼靜幹的這個壞事 我小事也一樣 所以 他一定去探這個洞 雪頭洞 他探那個洞以後呢 就發現裡面有三點水 最後少了一點 對不對 吐雪頭和雪 都是表示深空 我們這個字有遗憾了哈 對不對 這時候就深 王子旁也都深 跟玉有關 所有漢字王子旁 都是表示玉 絕對王子不坐邊旁 所有王子坐坐邊旁的 都是玉 周瑜 都是玉 因為中國崇尚玉 吉祥 王子旁一定是坐邊旁的 就是表示玉 是側玉旁 絕對不是王子旁 那麼深 小朋友第一看到有個洞 他一定會拿這個棍子去探 所有木 看看這個洞 發現三點水 少了一點 你就這樣唸 他不會寫錯 好 深淵學道 那為什麼淵博呢 誰來講這個博 這麼難的字喔 當然是到高年級學生才講嘛 怎麼講這個博 誰來講 你怎麼教會小孩 他永遠不會忘 你說 一個人的胸膛非常寬 或有十寸寬 No 博士什麼 博士是不是啦 博士是十全十美的 找到兩個十 哦 十 找到沒有 找到兩個十 所以對了 你以為你做博士啊 你要十全十美的 十點有用 寫錯了 是不是十點有用啊 十點有用啊 你這樣子叫他 十點很有用 十點水 就求救 這個救 這是SOS 蛇爸爸 蛇媽媽 架著他們的蛋 保證他一輩子不忘了 這一點是求救的符號 所以你要記著SOS 全世界人都認識 求救命的符號 蛇爸爸家的蛇媽媽 這個蛇大 這是這個 講英文也是這樣子嘛 蛇 啊 那麼是十點水 巧結合 十點有用 好 這有用 這用有很有用 這個是橫手底 同樣表手 知道吧 橫手底表手 你看 選擇 兩個手來選擇嘛 三個手選擇 繃出桂花酒吧 繃出桂花酒吧 把它舉起來吧 手 所以你認識這些部件 不是很有用嗎 它怎麼會寫上封呢 封是山封角 封 他讀封 這個折 他就不會寫錯了 好 我先不講這樣 好 我們說博士 是十全十美的 最高學位 寸是什麼 寸是表示手 我們打脈 這個就是這樣 那它的漢字是 它的古字是怎麼寫的 它就是手 手下一寸的地方 是打脈的地方 寸就表示三個意思 凡著寸這旁 第一 尺度有關 尋 這是古代的尺寸 二 法度 尊守法度 太守 就是法院 法院 第三 這個寸 就是表示手 剛才我們手 早 你看 博士是十全十美的 他的手啊 醫生手啊 醫生手啊 醫生都還有用 你能當博士啊 你都不動手 你都不動腦 你都不十全 好了 既然是十全十美的 當然我在換成手的時候 你不是跟人打架去啦 是吧 當上人的時候 你不當人家師父去嗎 那當然也說 你很喜歡 不是就是禁嗎 他寫法是一樣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是這種方法來學漢字 是不是漢字變得很簡單呢 這就是我講 我們學中文化 必須去學他們自根 去尋找自根 我們能夠把學生叫佛 我想我今天講的 就要講這麼多字 真的 如果你們有什麼疑問 或者你覺得哪個字 有什麼困難 我們可以多交集 你會對嗎 我不會 你不會 你不打擾 你不打擾 我看